前後現場要來看到的是以哈戰士 現在交戰超過了五個月 調停人士現在力促是要在 在借月開始之前 要來進行雙方的停戰 停火的相關協議 不過現在哈馬斯的領袖 哈尼亞就在電視播出的演說當中 他就表示針對於以色列談判儀式 哈馬斯仍舊是保持著開放的態度 對於沒有能夠達成協議這件事情 他認為責任方是在以色列 以色列不願意滿足哈馬斯 所提出來的條件 讓以色列的人質可以交換巴勒斯坦的囚犯 他重申哈馬斯希望可以永久的停火 讓許多流離失所的人可以重返到家園 並且加速更多的人到救援物資進入加薩走廊 好 直屬要來看到的是以哈戰士 現在也成了奧斯卡頒獎典禮場外的一大焦點 奧斯卡獎是在台北時間 今天上午的七點鐘已經登場了 但是可以看到這個場外的抗議 可以說是如影隨形 因為有許多挺巴勒斯坦的民眾 他們高舉巴勒斯坦的國旗 高喊解放 立即停火 好 可以聽到這些抗議者們 表示說好萊塢在舉行奧斯卡頒獎典禮的同時 是充滿了歡慶氛圍的 但是世界的另外一頭在夾薩這邊 卻是因為以色列的攻擊 導致當地有許多的平民是流離失所 無辜死傷 奧斯卡獎在台北時間間早上的七點鐘 已經登場了 在頒獎典禮之前 我們先帶你來看到的是 好萊塢女星她們的衣着裝扮 當然就是紅毯上的焦點了 首先來看到就是憑藉著可憐的東西 二度角逐影后大獎的愛馬史東 她是身穿路易衛登的設計 一席蘋果綠的平口禮服 而腰部這邊是有立體的裙白剪裁 設計顯得非常的活潑 現身紅毯 而她也戴上了一條黃鑽項鏈 相當的襲巾 另外是以電影Barbie Barbie角逐男配角獎的雷恩格斯林 她是選穿黑色亮片刺繡的西裝 內搭襯衫 以及是以這個熱門電影澳本海默 入圍最佳女配角獎的艾蜜莉布朗 她是一席白色刺繡禮服 搭配多層次的Tiffany珠寶 顯得相當的優雅高貴 好 持續要來看到的是呢 這個奧斯卡獎在稍早的時候 已經頒發了重頭戲獎 這就是最佳女配角獎 這個獎項的競爭是非常的激烈的 就是由電影這個滯留聲當中的飛翼女星 達芬喬伊蘭道夫她所獲得 達芬喬伊蘭道夫現年是37歲 她畢業於耶魯大學的戲劇學院 她是在劇院劇場演出而發跡展露頭角的 她因為在這個滯留聲的演出橫掃獎記的 各大女配角獎 包括了除了奧斯卡獎之外 還有英國奧斯卡跟金球獎等等的多大獎項 另外她在這個滯留聲的電影當中 她是飾演著寄宿學校的主廚瑪麗 因為她的獨生子在越戰當中不幸死亡 所以她決定要留在學校繼續工作 而精湛的演技也讓她擊敗了 包括了朱蒂弗斯特 奧本海默的 艾蜜莉布朗等等的競爭者拿下殊柔 焦點回到亞洲 這是第十七屆的亞洲電影大獎頒獎 日本影星一所廣司 她是以我的完美日常獲得亞洲影帝擊敗 包括了梁朝偉 吳康仁等等對手 而另外大陸的蔣秦秦 她則是以草木人間成為亞洲影后 韓星李英愛她是貨班卓越亞洲電影人大獎 她說 英女大獎金目前還在籌備當中 是要為了做到最好的成果呈現給觀眾 來看李錦華來自香港的報導 既砍成影帝之後 一所廣司以我的完美日常第二度成為亞洲影帝 卻是頒獎領的他擊敗上屆影帝梁朝偉 以及台灣的吳康仁 大陸的蔣秦秦 這一草木人間首都成為亞洲影后 我熱愛我的愛人陳建兵 謝謝你不斷地吹捧我 給予我鼓勵 然後讓我一直堅持下來 她的對手包括有台灣的林品 同日本的局地林職等 韓星李英愛及日本的領目亮平 則獲翻卓越亞洲電影人大獎 以表揚他們對電影事業的貢獻 李英愛的醫生高貴禮福 更擊敗一眾女星的性感裝扮 貨班最佳衣佐長 她是開心地跟記者們合照 二十年前大紅的大腸筋 續集還在籌備階段 大陸導演張藝謀獲大會頒發 終身成奏獎 而她的作品滿江紅以一百九十九一元台幣 成為去年亞洲最高票房電影 大陸的趙麗穎貨班AFA新世代長 而最佳電影是日本達無邪之境 最佳導演怪物的四肢愈合 更是第三度獲長 以上是駐香港記者李靖華的報導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好朋友 好朋友 謝謝大家